歡迎收看Price YouTube Channel 我是Karen 來到Price網上電腦節的第三天 我們就去到Fever Sound Studio 跟兩位大前輩一齊介紹今晚的必搶產品 不如大家都介紹一下自己和你們的頻道給大家認識 Hello 我是Fever Sound.com 的國人 我是試音響產品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Pol76的小室 我是試音響和計測產品的 如果大家想看完不同的電子產品評測影片 就記得訂閱我們這麼多的YouTube Channel 說回今次Price網上電腦節 一共超過50個品牌和商戶參與 超過500件產品給大家選 優惠低至1元 任何消費都可以獲得價值超過300元的禮品包 恆生信用卡的用戶用上優惠碼 還可以額外減高達200元 現在就跟大家看看今晚有什麼筍東西買 大家選對準時8點半去搶 第一樣要講的產品 相信兩位都有興趣和合用 就是DELL的27吋4K USB 視線 有兩個型號 分別是U2723QE和S2722QC U2723QE是屬於DELL Ultra Sharp系列 以適准螢幕稱為賣點 這款27吋螢幕配置了IPS Black技術 擁有2000比1的對比度 能夠出到亮麗的色彩和實正的黑位 而它亦擁有內建的低藍光螢幕 Vesa Display HDL400和98% DCI-P3等等不同應徵 再加上16比9比例4K解像度 用它來緝相剪片就很適合用了 這個螢幕另一個方便用家的地方 就是它擁有豐富的連接介面 包括一個HDMI、一出一入Display Port 三個USB-C、五個USB-A和一個RJ45 接駁了Type-C之後 除了有90W的供電 亦都可以當成一個USB Dock 去連接Keyboard、Mouse和USB手指 甚至可以同時連接兩個電腦 又或者將畫面輸出另一個屏幕 同樣都是很方便 還有一樣要說的就是它的外形 不單只是簡潔帥仔 還可以傾斜、左右旋轉和調校高低 這個設計都非常實用 價錢方面,U2723QE原價要8000多元 現在減3,000元 5,000元鬆一點就買到了 有消費券幫補一下也不算好 如果想便宜一點 其實還有另外一部的S2722QC都不錯 首先選擇它的機身 加上三邊超薄的邊框設計 賣相其實真的挺吸引的 另外它亦都像剛才介紹的U2723QE一樣 可以調整高低、傾斜、左右和180度的旋轉 加上Convert View的防冷光功能 長時間對著螢幕都不會看到飆眼水和頸緊薄痛 連接方面 S2722QC有兩個HDMI、兩個USB-A 一個65W供電的USB-C 薄MacBook Notebook就非常方便 有1000比1的對比度 350Nits的亮度 支援AMD FreeSynx和99%SRGB色域等等 規格聽起來都不錯 最頭厲害 至於價錢方面 這部機率原價要5,000多元 現在只是3599元 限量10部 大家記得它搶了 講完顯示器 我們就講一下Notebook 小室你有沒有推介呢? 首先要看看用途 現在有不少人打算買Notebook 去做Desktop的Replacement 不用帶出去 重一點 這麼大一點也不要緊 另外它的儲存容量夠多 當然更加好 接下來的ASUS Notebook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它就是今年新出的商務Notebook 型號叫P1511 配備15.6吋的螢幕 解像度是1920x1080 實物就在我面前 規格方面 它有Intel第11代的i5和i7兩個版本 內置就是8GB DDR4 RAM 以及1TB M.2 NVMe SSD 而且鏈接界面有USB-A USB-C 還有HDMI 還有MicroSD的卡槽 不是打機指面的話 一般用途應該降 這部技術現在 Price優惠價 在$5799和$6799 大約是正價的8折左右 每款限量15部 講起ASUS 既然有Notebook優惠 不知道螢幕有沒有便宜呢? 郭陽你問得真是好 今次真的有ASUS gaming螢幕 就是TUV系列的VG28 QUL1A ASUS這部電競螢幕 用上4K UHD Fast IPS 面板 有144Hz的刷新率 以及1ms的反應時間 它亦都對應和打機顯示有關的功能規格 包括NVIDIA G-Sync AMD FreeSync Premium 符合了Display HDL48的標準 以及90% DCI-P3的設備等等 叫得做專為打機而設 這個螢幕提供廠方開發的ELMB-Sync software 就可以令到ELMB和AdaptiveSync的技術通時運作 藉此消除鬼影和破圖現象 提供清晰流暢的遊戲體驗 看看資料 它分別有兩個HDMI 2.1和HDMI 2.0的介面 加上DisplayPod 1.4 有這麼多的頭 就可以同時搭齊電腦、遊戲機、TV Box 適合擺放用 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它的HDMI 2.1頭 如果用來搭PS5或者Xbox Series X 還可以出到原生的4K 120Hz遊戲畫面 又齊了4K 144Hz高刷新率 這個規格的螢幕平時限定都要七八千元 現在Price網上電腦截只是賣六千九百九十九元 限量二十部 剛才說了文書的Notebook Karen 今次Price網上電腦截 又有沒有Gaming Laptop 推介給大家 當然有 這部GIGABYTE G7 定位是一部入門的電競 Laptop 但擁有17.3吋超大 144Hz窄邊框 IPS 螢幕 打機就夠大了 我上網查看 它內置第十一代的Intel Core i5 H 系列處理器 RTX 3050 顯示卡之外 再加上16GB DDR4 RAM 以及512GB PCIe Gen 4 SSD 支援Wi-Fi 6 等等 這個規格也算不錯 沒錯 它還提供兩個M.2 和一個2.5吋 Hard Disk 位 給用家自行升級 多放幾隻遊戲都沒問題 另外它亦內置了15式全區的背光鍵盤 以及DTS-6 Ultra 立體聲喇叭 打機的升華效果和操控感都會令人滿意 如果嫌3050 顯示卡不夠力的話 就可以考慮同樣都是GIGABYTE出品的 AORUS 15P 內置了第十一代 Intel Core i7H 系列的處理器 以及 RTX 3070 顯示卡 獨特 CSGO 世界頂尖職業隊 G2 Esports 的認證 來頭也不小 還有這部機採用了Microsoft Azure AI 技術 能夠偵察到玩家在玩遊戲 自動調節最適合的 CPU 和 GPU 和風扇設定 為玩家提供了最佳化的遊戲體驗 這個功能也不少 至於大家最關心的價錢 GIGABYTE G7 和 AORUS 15P 分別在賣$7,588 和$11,788 有興趣的朋友記得出手 連續說了幾樣電腦產品 知道兩位都是影音達人 接下來幾款的耳機喇叭 就全部交給你們了 首先就是 Sony WH-1000XM V Sony 最新的無線耳機 我都有玩過 最大賣點是它的降噪技術 開著功能就算坐地鐵也不會太吵 而第二個賣點當然是支援 LDAC 藍牙編碼 用 Android 手機的朋友 用 LDAC 聽歌都很難回頭了 另外這隻耳機也開發了全新的30mm 單元 在這個單元之下 音質細緻清晰度都非常不錯 不用看資料都記得XM V 賣點 佩服佩服 我等我先補充價錢 Sony WH-1000XM V 原價是$3190 現在Price 優惠價只是$1988 有兩款顏色可以選擇 每款顏色限量五件 接著要介紹的就是評價都不錯 而且挺划算的喇叭品牌 Edifier 分別有今年才推出的MR4 還有R1700 BTS 和 S880DB 這兩款的長清型號 先說價錢貴少少的S880DB 這對藍牙書架式的喇叭 Size 細細 但輸出力都蠻大的 放棄書枱 看電影 打機 很好感覺 用來聽歌都不錯 除了支援藍牙 APTX 之外 它都配備兩組RCA 一組USB 一組光纖 一組Corezzo數碼同軸輸入 如果用電腦聽歌的話 建議大家接駁喇叭的USB頭 就可以播到Hi-Res的音效 另一款就是R1700 BTS 它提供藍牙和RCA連接 前者還支援APTX HD的編碼 用它來連接Android機播歌都蠻好聲 至於MR4 雖然不支援藍牙 但有一組TRS的平衡 和一組RCA的單端輸入介面 用了1吋高音和4吋中低音單元組合 提供鑑聽級別的音效 適合喜歡聽原則完美歌曲的朋友 Ectifier、MR4、R1700BTS和S880DB 原價分別要650元、880元和1590元 現在低至72折起發售 今次和兩位都是第一次合作 不如我們就來個快問快答 讓觀眾都可以了解一下你們 好啊 黑膠 CD 寫機 我只是接觸過膽機 膽機實在太複雜了 在健康上是比較難一點 我覺得天生恐膽症的 但做事看得多就沒那麼恐 不過也很難說要喜愛 沒差 家庭性動員 適合 電視 我真的和你們有代溝 不不不不 這個是你玩得大一點的感覺 你玩大東西 有錢玩大東西 DCA Pass 這陣子在追緊 就是不知道要做些什麼 不知道怎麼拍 客人在看著 我也是 就是拍片 我們不得慣了拍片是一個人拍的 或者是很少人拍的 突然間很多人看著 就會是 覺得很尷尬很緊張 所以我全程今集都是有尷尬含蓄的微笑 沒辦法 我呢就是 要出外景的時候 然後氣溫高達36度 體感有40左右的時候 那些汗就不斷飆出來 然後拍照就會控到這麼近 拍我的人中那些汗豬的時候 我就最尷尬 試鏡頭 玩微距 咦? 上載了影片之後 大家看得很開心 還有看著 觀看數一路升上去 就是最開心的 都是一樣的 其實有人看是最重要的 其他東西都不重要 有人先看 然後有人Like 有人留言 留言就少罵兩句 這樣就很開心 基本上是一樣的 說我們的影片是有用的話 我就很開心的 有用也很重要 是的 下一樣繼續是HeadFi的產品 有熱賣的USB Deck iFi SandDeck V2解賣以礦 Price網上電腦折 只需1,500元 iFi的產品一向都非常值得 這部SandDeck V2是一部純USB的解賣器 看回機背 就有一個USB 3.0的輸入界面 至於輸出界面 就有RCA和4.4mm可以選擇 至於前面面板 亦都配置了4.4mm和6.3mm的TRS耳機口 搏喇叭或直插耳機聽歌都合用 支援格式方面 有齊MQA、PCM384kHz、DXD和DXD256 接駁電腦聽Hi-Res歌絕對沒問題 至於音質方面 剛才用它來接駁4.4mm耳機聽了一會兒 聲音都相當細緻 低頻亦都非常充足教力 是一部不錯的USB Deck Wagen 平時你們拍攝評測片 對收音的要求就會特別高 不過如果只是想簡單拍攝開Live 拍攝聊天這類型的影片 又或者開會用的話 有沒有甚麼收音器材可以推介給大家呢? 真的有 我手上這套SURE的MV7 Kit 你之前也有拍過評測片 這支指向性動圈收音咪 第一個好處就是方便連接 提供XLR和Micro-B USB 兩種連接方式 搏手機、電腦 或者專業收音器材都沒問題 而且搏後 知道模式會因應環境自動調節 人聲分離 技術就確保有清晰的收音 還預設了不同的EQ濾波 方便簡單調音 我記得 試過用它來搏電話收音 不用設任何東西 只是開錄音APP就可以用了 都真是挺方便的 想即時檢查收音效果 這支咪還有一個3.5mm耳機插 等攝影師可以隨時盯著聲音 今次的Price網上電腦截 就有SURE MV7 Kit 加SRH440A這個組合套裝賣 原價要約$2800 現在只是$2288 就有一支咪 加腳架仔和鑑聽耳機 這個組合套裝賣真的挺划算的 小施,你有沒有發現 現在就算在使用WiFi 6 Router 上網速度都好像沒有以前那麼快 你想考我嗎? 我有看你說WiFi 6E的影片 原因就是 越多人使用WiFi 6 Router 和越多機都使用5GHz的頻度 令WiFi接收也會有互相干擾 果然都有準備 以下介紹的TP-Link Wi-Fi 6E產品 就實看不到你 先說DECO XE75 這個套裝包含了兩部支援WiFi 6E的Mesh Wi-Fi Router 內置三頻天線的合共提供最高的 5.4Gbps的傳輸速度 一般用價都應該夠用 而且操作都非常User Friendly 在手機安裝專用的App就可以搞得到 當然最刺激的賣點就是 有一條6GHz的快速上網頻段 TP-Link DECO XE75 3Pen Mesh Wi-Fi 6E系統 原價要$2,798 而Price只是買$2,398 限量10件要把握機會 Karen 如果我用電腦不支援WiFi 6E上網 不用LAN線的情況下又有什麼辦法 你就可以買TP-Link出的WiFi 6E PCIe網卡 ARCHA TXE75E 它內置了Intel Wi-Fi 6E的芯片 再加上跟機外置的天線 就可以加強訊號和提供穩定的接收 這件的WiFi 6E配件 原價$1,099 而Price只是賣$649 是砌機人士升級WiFi必備補品 講起TP-Link ARCHA系列 還有一樣東西未講就是 AXE 753Pen Wi-Fi 6E Router 這部機雖然是單一部機 但本身已經有六條天線 再加上波速成型技術 比一般WiFi 6E Router多了6G頻段 在覆蓋範圍和速度 一點都不小和不慢 AXE 753Pen Wi-Fi 6E Router 原價$1,499 而Price一位價$1,260 省兩十件 最後要介紹的兩件貨品 小失國人 你們應該都很適合用 就是Western Digital My Passport 系列的SSD 和Hard Disk My Passport SSD 一向都非常受歡迎 它有1050Mbps 和1000Mbps的Read-Write速度 有時我們剪片電腦不夠 我都會用外置SSD去做事 拌勻速度很快 My Passport HDD 都是其中一個很多人的配置工具 它的讀寫速度 雖然沒有SSD那麼快 但性在夠便宜 以及沒有那麼容易死資料 用它來配置我們之前拍的影片 其實是適合的 價錢方面 賣Passport SSD 1TB Price是賣$899 而有特大5TB容量 賣Passport USB 3.0 HDD Price一位價只賣$700 Karen SSD和Hard Disk都有便宜 SD卡有沒有呢? Kioshia SD和Micro SDXC記憶卡 你又對嗎? 我知道Kioshia前身是東芝 可以說是其中一間記憶卡的大牌子 延續以往生產記憶卡的技術 他們在SD和Micro SDXC記憶卡市場上 都頗受歡迎 而且他們的產品很多都還在日本製造 至於今次Price優惠 Micro SDXC記憶卡 就有多個容量可以選擇 由32G到512G都有 每個容量都起碼做半價 至於Kioshia的Exeria Plus SD記憶卡 最大的容量有1TB都做6-7折 1880元便可以買到 適合經常拍片的我們 另外Kioshia還有$1.64G USB手指優惠 限量15件 大家記得今晚去搶 其他1元必搶損償貨 還有Samsung P1300無線充電板 鋁合金摺疊手提電腦支架 以及TP-LINK 300MBps 迷你無線網絡卡 都是1元便可以買到 還有ASUS 2.5吋 1TB Hard Disk 只需要$388元便可以買到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今晚最划算的產品 不知道大家對哪件產品最有興趣呢? 最後提提大家 今次Price網上電腦節 一共有超過50個品牌和商戶參與 超過500款產品給大家選 優惠低至$1元 任何消費都可以獲得 價值超過$300的禮品包 恆生信用卡用戶 用了優惠碼 還可以額外減高達$200 希望大家聽完我們的介紹後 都選到自己的心頭好 記得今晚8點半準時到Price網購搶購 好多謝郭仁和小失 今晚和我們一起介紹 接下來還會有不同的嘉賓 為大家介紹電腦節優惠 大家千萬不要錯過 拜拜